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五千年 汉字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字的生命力为何如此的顽强 习以为常的文字背后 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于清明假期登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纪录频道的系列纪录片 《自从遇见你》 每集聚焦一个字 讲述汉字背后的故事 带你一起探索神奇的汉字世界 哎呦 那个字怎么写来着 中 地 五 天 福 在浮原辽阔的汉字世界里 有一个字一直处于核心地位 那就是中国的中字 它长存于汉字世界的原点 几乎支配了后者的存在与运行 在第一季第一集中 《自从遇见你》 就为您讲述了中字的来源 以及它所体现的中国人的 处世哲学与人生追求 因为这个字实际上它本意是一面旗帜 我举国这个字的时候 一开始它就是那个货字 它实际上一开始是中间的那个口 然后旁边是一个歌 直干歌以为本地 等到后来为了表示这种护卫 它又加了一个外框 那么中国的联用 就出自于1963年出土的和尊 周五王说了 我们完成对商的征伐 我们改换了天下 现在我就在这个地方 承接上天降给我的天命 在此率领民众一起奔向美好的未来 一起向未来 它实际走出了汉字 由具体到抽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实际上所有的汉字 几乎都是这样的一种生成和演化的过程 顶我们说是以前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青铜器 补 那么是我们中国古代 我们先民 那么去补试 去占补 那么他们大小的事情都要靠占补来解决 福 那么更是我们这个 每天生活中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字 那么还有一个字是天 那么这个天更是了 就是我们对于天 就是对于这个天人感应 就是说对于上天的这样的一个敬畏 那么以及对于上天的这样的一个敬仰 那么这种情怀 那么也就是说这五个字 那么它的一个核心的意思 就是说它要探讨我们的先民 那么他们对于最初的时候 那么他们对于这个周围的这种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建构 就是或者说他们怎么样去思考 怎么样去看待他们周边的世界 给我们提供一个最初的这样的一个视角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主题 所以去选了这样的五个字 这个题目起得非常的妙 它这个字就是用了我们汉字里面 有很多同音字这样的谐音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然后去吸引大家 并且自从遇见你 因为我们对于汉字 刚才我说我们每天都会遇见 那么就把我们像一个老朋友这样的一个汉字 那么把它拉到我们身边 然后让我们对它做更深层的这种了解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题目 那么会让大家有兴趣 并且愿意去带着这个好奇心去进一步地去观看 本片采用活泼生动的风格 传递了汉字的趣味知识 并凸显出汉字的个体特性与内在联系 彰显了汉字的独特魅力 从最基本的汉字开始 结合汉字诞生的生活情境和历史场景 故事化地讲述汉字的来源和流变 带你挖掘汉字背后的文化密码 我们的文字不仅相形 而且表意 一个元素符号里面能够承载太多太多的文化的含义 是吧 中国的这个魂在汉字之中 而汉字一开始造字时候的本意 和后人对它的迅姑解释本身就很重要 对于我们一般的人来讲 那么我们平常都认识很多字 我们也每天在使用这个文字 但是我们对于文字的内涵 那么以及它的来历 那么以及除了让我们在使用这些文字 记录语言 记录这个生活之外 就是它的那个内涵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是很多人并不掌握的 自从遇见你 那么当时这个纪录片 那么它说它的这个出发点 就是要用这种讲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去把每一个汉字背后的这些东西 去把它抓出来 然后呢就让我们了解每一个汉字里面 它的那种所饱含的这样的一些 非常丰富的这种历史啊文化啊 那么这样的一些信息 那么甚至包括一些这种哲学的这种智慧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事 就是把这个汉字 对于汉字的研究不局限于这样的一个 很小众的一个领域 而让我们普通的普通人 让我们大家都对我们日常 每一天都离不开的汉字那么有一个更深层的这样的一个了解 汉字承载着先人非凡的想象力和浪漫情怀 同时也蕴含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与人生哲学 无论从空间还是时间上来看 文字建立的世界都极为深圆广阔和悠久 汉字系统是一个巨大的世界 它自成体系盘根交错 井然有序又悠然自得 汉字的这个之所以能够这种生生不息 能够几千年一直到现在 我们还能够用这个汉字 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说 我们当时的这个汉字 那么它是有这个形 音 意 那么这个三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的组合 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中 那么每一个汉字 那么它的字形 它的字音 或者是它的字意 那么它其实都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的 但是因为它们之间的这样 三者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密切的联系 就使得它不管怎么变 然后这个文字它是始终存在的 或者说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这样的一个血脉 那么是在这个文字里面延续下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它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思维习惯 自古绵延至今 到底是什么庞大的力量 能够在上下五千年的漫长时间里 勾连起这么多世代变迁 毫无疑问 汉字在其中 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现在的人们探开数千年前的书册 竹简 依然可以顺畅地阅读 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文明的奇迹 其实字是我们先人留给我们的智慧 它是一种遗产 但同时它又不是死去的遗产 它是一种不断在进化 不断在变动 不断在注入新的生命力的一种文明 它始终贯穿于我们的内在之中 也时刻外显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思维 我们的所知所想需要传达东西 都需要通过字去向外扩在 语音它流传的限度 是有限的 而文字可以说是一去万里 一眼万面 所以这个自从遇见你 自知中才有了你 这是我的一种体会 所以在这里面 说句实在话 汉字代表的意义 在今天它是文明的延续 它是我们中国人的标签 它是我们中国人之所以 为中国人的一种独特的记忆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世界也指认你的民族 在世界并不统一的这种文化欣赏 或者正宁来百花齐望的欣赏之中 我们作为独特的一朵花对 那汉字里应成为我们最闪亮的标签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汉字的真正的文化 汉字里面绝对不大精深 只有您想不到 没有汉字 包容不到 如果希望更好解读汉字 那么让它理解 汉字的生命力为何如此顽强 习以为常的文字背后 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纪录片自从遇见你 未来还将关注出行方式和文明等主题 聚焦车 行 走 笔 测 点等汉字 邀你一起探索汉字里的中国 请持续关注